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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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即時去跟大家看看 第一隻角色啦 天皇的年紀方面 我會做特進衝去別人前面 然後再按拉迴 就可以暈倒人 再按一下長按 就可以不斷地做輸出 最後再按傷害 這樣的年紀 我覺得是最好 而且傷害比較高 技能方面 其實會有分期月1 以及期月2 兩種形態 這次的影片 只談及其月1的配點法 我們來看看 第一招是造成最主要的傷害 以及你會看到不錯的輸出 第二招是追星續月 這是特進的 我覺得這招可以多加一點 到第三招 第三招是三川龜海 這招拉迴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打PVE 即是副本的時候 可以拉到很多怪 PVP 也是可以暈倒人 非常好用 加點方便 如果你想要一些傷害 就先加第一招吧 如果你想要控制高一點 那就要加第三招多一點 其實如果兩招 其實也沒所謂 再來就是講一講被動 我會推薦大家先加這招堅城 堅城可以幫助我們坦到更高的傷害 接著就是次要的筆屈 又可以回復 最後當然就是基本能力百年 這招可以不用加太多 最主要是前面兩招 效益比較高 接下來就是跟大家講秘笈 秘笈藏經閣 我們要學駭搖遊 可以免控 接著是靈波微暴 又可以幫助我們增加閃避 以及有些基礎抗性都可以增加 作為一隻坦 一定需要抗性 以及閃避 接著是太原經 亦可以留意一下 最後的組合方面 我會建議大家用金剛護體 有體質生命 以及全抗性 是非常符合這隻天皇坦克的 我們講解護法方面 天皇如何處理 用這個應援機 相當不錯 有抗性 有生命 還有敏捷 敏捷可以幫助我們天皇的職格 除了屬性能幫助我們 當然這隻SS納蘭子 也相當不錯 有木系抗性 還有生命加得非常多 還有暴擊免傷 當他暴擊時 我們便可以沒有金通 防禦的護法除了納蘭子之外 異國主也不錯 有抗性生命 以及暴擊抵抗 所以我推薦大家使用 接著是白鱷 我建議留下第三招 元魂技能 很多時候被人追擊時 有這招 又可以退後 又可以暈到敵人 也挺重要 第二招方面 聚龍可以打一群怪 非常有用 當然第一招和第四招 會比較高攻 大家看到是傷害和速力 配合方面 我自己會先打開第二招 接著是第一招 第四招 最後就是第三招 留下最後一個保住自己性命的手段 加點方面 我極建議大家加爆 有得加 盡量加第一招和第三招 因為第三招 剛才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它的效果是可以暈到敵方 不差的 第一招做過傷害 也是非常好用的 其餘兩招 大家可以自己去選擇 究竟點多少 當然啦 如果打單體的話 第一招是最爽快的 第二三招PVP 適合用的 第四招的話 可能是PVE 會比較好用 接著是被動技 被動技也是要加爆破星 因為戰鬥後移動速度會提升 這招很方便我們走位 接著是疾瑜 第二招 最後才選擇第三招 加基本能力 秘笈方面是逍遙遊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免控 就是六英神劍獎 加強我們的傷害 最後就是天山綠羊獎 亦是增強我們的傷害 到了組合方面 建議大家在內色澎湃 加零巧 加暴擊和加暴擊傷害 非常適合白駱這個爆發輸出型的角色 先提醒大家 裡面有一個基本 當你儲齊基本的時候 附法又會幫助你加能力 所以這個基本系統 大家謹記留意一下 護法陣容就是這樣 最主要是專注輸出的 到了液水這個職業 我建議大家先用第一招飄浮 它有一個免控的功能 接著先進行第二招和第四招的傷害招式 到最後你便用第三招的治療 因為你一開始其實不會被人扣到血 放了程度技 到最後才按治療 我覺得便是最適合的 液水這角色其實就是打輔助和補血 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它PVP特別多厲害了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打出傷害的話 你可以點第二技和第四招的 這樣你就可以做到比較高的傷害 一般來說 如果你玩得補血輔助的話 我建議你加第三招治療 以及第一招免控 如果說比較多的玩法 還是加第一招免控 其餘的比較平均 我覺得也OK了 被動技能方面 也是建議大家加兵華多一點 因為它可以開護盾 然後第二招才是逍遙 逍遙是可以提高治療和傷害 亦是有用的 當然如果你說 不是 我想做全奶 那你就加第二招逍遙吧 第三招上線 建議大家自己想清楚 其實如果兩招真的不需要 才再加 秘笈方面 我會建議逍遙遊 這是防禦的秘笈 接著是靈波微步 亦可以幫助大家 做到一個不錯的防禦 你可以看到加閃避 以及控制 你要幫人補血 你首先不要被控制 接著最後就是太原驚 到組合方面 建議大家都是金剛護體 因為又可以幫助你加多生命 而且它有全系抗性 亦相當不錯 這次的護法 大家要考慮清楚 因為我們始終不是輸出的角色 二角主和懸崖亮 亦是非常不錯的 二角主是防禦的 納男子亦是防禦的護法 然後再來一個惡銀瓶 三個非常不錯的防禦護法 再加一個懸崖亮 我們便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不錯的 又有輸出又有防禦的陣法 第四角就是天忍 我建議大家 一定用了第一招和第四招的突進 又或者用了第一招突進 然後用第二招的傷害 然後再用突進去傷害敵方 也是不錯的 無敵可以留下 最後一個叫做 如果敵方比較強勢的話 可以做一個後手的攻擊 加點技能方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招和第四招加爆它 你便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強勁的輸出和爆發 然後第二招和第三招 你便可以著略加加 第三招可以打多體 即是PVE 便會比較適用 如果PVP 的話 第一招和第四招是相當好用的 當然第二招 如果你是爆發了 用了修羅之後 亦可以做一個沉默和定身 都好用 但它有條件 被動技能 葉果最推薦 你越少血 傷害越高 第二個就是輪轉 輪轉 第二推薦加一點 就是因為它可以幫你回血 然後第三招 雲心 可以選擇 加或不加 秘笈方面不用考慮 一定是紫霞神功 天山綠陽掌 以及洛英神劍掌 做一個全輸出的配合 天忍是一個爆發的職業 內色澎湃適合它 有暴擊和暴擊的傷害 既然天忍是打傷害和爆發 我們會選擇龍五公子 增強我們的能力 龍五公子絕對可以幫助我們加強更高的攻擊力 打到更高的傷害 然後是武當 武當用浮空 之後再用群傷 最後按第四招傷害 大家就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不錯的輸出 突進那招也是一樣 要來補命 武當來說 加的招式 我會建議大家加第四招 即是剛才不斷用劍氣飛到地上 那招非常痛 另外第二招也是推薦大家加的 浮空這招每秒可以造成基礎傷害 非常不錯 如果PVP來說 我會注重加第三招 因為走位會更好一點 雖然武當並不是注重走位 不過如果你有這招 也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不錯的發揮 被動的重點是迎擊 其餘那兩招自己考慮一下 因為迎擊可以幫助我們造成更多傷害 所以非常實用 武當方面 我建議藏經閣 紫霞神功 天生綠陽掌 和駱鷹神劍 又可以控制人 又可以打到非常不錯的輸出 組合方面 會由中大幹 加攻擊力量 生命吸收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組合 武當其實是土系的輸出角色 優先選擇攻擊和力量 龍五公子這次也是首選 駱鷹瓶可以幫助我們加上閃避生命 亦可以增強一點燭航能力 楊瑩峰亦可以幫助我們加上力量 以及忽略傳系的抗性 令我們的輸出更強勁 最後就是升級方面 其實我們到了後期 都是要做很多日常活動 大家看到經驗、野外修煉 全部都可以做 有什麼職業比較麻煩呢 只有液水 因為液水本身是打輔助和補血 所以很多時候要靠組隊的活動 家族的活動也能幫助不少 如果你真的想玩液水的話 記得玩多一點的組隊活動 這樣便可以幫助你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一些基礎 以及大家一定要知道的角色概念 技能連招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希望下次可以跟大家說得更深入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來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資訊